在风水中我们总是说这个大门 大门尽量的尽量不要大过 尽量的要大过所有的门 大门要大过所有的门 那么在厨房呢 厨房的进口是很重要的 看一下这是大门 乍看之下它们差不多 实际上因为它没有门框 所以它就会比它还要大 所以这样子大家都能看得到 好这个出去是亮的有没有 所以是属阳的 这个一进去是暗的 所以属阴的 这个就叫做阴阳调和 阴阳调和 但是它的阔度呢是这个比较大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做呢 可以像这样子放一块布 这个很漂亮 放一块布 这样就能够减少它的阔度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减少它的阔度 然后这两个呢 这两个就是 幽灵 幽灵不但能吸财能挡杀 这样子摆放的话呢 能减少 就是花钱啊减少乱用钱啊 能够减少这些 那么上面这个呢 是灌顶用的哈 这是灌顶用的 这是一个咒轮灌顶用的是 很好的啊 这是很好的啊 所以让我们呢 能够走进走出的时候 比较顺气 那么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想要走过去 不可能 因为有这个挡住 有这个挡住 所以它的祥和之气 就这样子 这样子帮助 这个家里人 进进出出啊 都是平平安安的 对啊